好 我们低头做个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在这样主日的早晨 招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当中 主啊 就求主你的圣灵自由地运行 打开我们每一个的心 也求主你保守孩儿的口 将你的真道传讲明白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一上祷告祈求 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我们开始先看一段圣经 是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 有圣经的可以打开圣经 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是世上的颜 颜若失了胃 怎么叫他再闲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边 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 城灶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现在在美国 估计在每个人的脑里都在想 一件事就是马上要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 这次选举可以说跟以往有很多的不一样 我最近看CNN一篇社论 估计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这篇社论是讲 CNN在网上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讲看看大家的选择 把两位共和党与民主党候选人 第三位的选择是一个难以开的坚果 我当时看了还以为是 有人在闹这个恶作剧 但实际上是真的 就是在网上有三个选择 一个选择是民主党的候选人 第二个选择是共和党的候选人 第三个选择就是这个难开的坚果 所以大家都在网上投票 我想让大家猜一猜 到底是谁获胜了呢 谁得票最多 估计我当时看到的网上的结果 也大吃了一惊 那难开的坚果 得票达到90% 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很爱吃这个nuts 就是这个坚果 但是要吃这个nuts之前 你要把那个壳给打开 有些是很容易那个壳给打开的 但有些壳是非常难以打开的 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 喜欢吃那种叫小胡桃的那种坚果 非常有味道 但是这个壳非常难以打开 用牙齿去咬 怕把牙崩了 用手去掰 掰不开 最后没办法拿起榔头 一下打下去 壳是开了 但里头的人也不见了 也给砸碎了 所以说是一件非常fustrating的事情 但是就是这么样一件 fustrating的选择 居然得了90%的票 所以这个估计是 体现了美国很多民众的心声 后来CNN这篇社论的分析就说 我们为什么到了今天如此窘迫的境况 为什么呢 分析就略过 最后的结论是 实际上原因是 是我们这些选民 deserve to be 责任在我们 是我们这些citizen 这些选民身上 是怎样的人 才有了怎样的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 当时我读了以后 觉得这个甚是发人申请 觉得很有道理 实际上 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所处的 这个美国的社会 内忧外乱 道德崩溃 传统价值离弃 全世界都是如此 美国也是一样 所以真的是因为我们 这些民众 这些文化 我们所处在的这个世界 就是如此地堕落和黑暗 才有现在这种 美国总统选举的怪象 前些日子我看到一个 是林肯总统 当年派到英国的大使 他曾经讲过一段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在这里 code一下 请翻到下一页 他就讲就是说 这个 我们没有一个人 是一个 是一个 island nomand is island 就是说 没有一个人 是一个孤岛 no human being can come into this world without increasing or diminishing the sum total of human happiness everywhere his presence or absence will be felt everywhere he will have companions who will be better or worse because of him 他就讲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 每一个人在世界上 你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 个体 你在这世界上 不管你自己 有没有这个感受 你总会影响其他的人 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文化 有其影响力 像当年美国 历史上出了 很多很多 优秀的总统 可能当时 美国社会 根本就想不到 我们会今天 会面对着 我们怎么样 一位下届的总统 我读到一个故事 是 Wilson总统的这个故事 他就讲到 有一天他去 一个barbershop 就是理发店 美国那个时候 都是有理发店 其实我记得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还有那个理发 就barbershop 现在可能 没有很多了 都是发廊了 当时他就去 这个barbershop 理发店去理发 是个公共理发店 有很多其他人 进来去理发 结果他就在等他那个 跟他在理发的时候 这时候呢 有一个人进来了 然后坐下来 理发 就在 坐在他旁边 他当时就回忆到 就说 他当时的感受 是一位大人物 big man 就是说 big guy 进入这个理发店 为什么他有这个感受呢 就因为他通过 他的谈吐 举止 和他这个理发 跟他给他理发的人 的这个交谈上 他就学到 这个是一个big guy 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位人物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是美国总统 Wolston这个总统 他本身这个人 就是一个big guy 他在讲的说 他就说 这个 看 觉得那人一进屋子 整个屋子就亮了 开始 就带着光就进来了 非常的有这种 非常pleasant的 这个感觉 后来呢 等这位理发完了 他走了以后 他这个理发也理完了 他赶紧向别人打听 说这位大人物是谁 总统去打听 说这位大人物是谁 别人说 哦 你不认得他 他是Moody 说这个是 我们知道读教会历史 就是美国教会历史 就是著名的 布导家Moody 他说 哦 他就是Moody啊 说搞了半天 说难怪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处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 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一个孤岛 你总会给人家 一感觉 或者是这种 pleasant的 很美好的感觉 影响 或者是很低下 这样不光是那些大人物 美国总统 我们平民百姓 也是如此 不光是基督徒如此 那些不信主的也是这样 每个人都是这样 不但是 我们这些成人如此 甚至那些年轻的孩子们 也是如此 每个人都是这样 No man is an island 你们知道 我的两个孩子 现在是在高中 是在我们这个附近的 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教会里很多家长都知道 因为有很多孩子在TJ 我的这个形容就说 这是一个pressure cooker 这是一个高压锅 把那孩子进去 都是要给cook一阵的 就说 我的孩子 课也很忙 他们用那个手机 现在每个孩子都有手机 这个手机不是在 发短信聊天的 都是手机上都要做project 或者做一些课业的 所以手机对他们很重要 但有一次的话 他也是因为忙忙叨叨的话 他的手机就丢掉了 所以很紧张 因为马上有project要丢 作业要交友 马上要考试 上头有很多的notes 就是做的一些笔记也在那上面 也在那手机上面 所以非常着急 我就说这个 你别着急 你赶紧去 你们学生的network上问一问 说看有没有人 捡着你的手机了 结果他一问 结果呢 真的是有人捡到 他的手机是他的一位同学 这位同学我一直没有什么印象 因为在学校里的话 有的孩子是比较突出的 就是学习课业很出色 大家都是知道了 有些孩子的话呢 不是很突出的 可能是因为个人天分的缘故 所以大家一些人的话 就没有怎么在意 觉得是好像不是很重要的 这实际上你别看他们孩子 在他们孩子小小的社会当中 学校当中的话也是如此 所以这位同学的话 平时是很不起眼的 因为好像感觉上是 没有什么天分 也没有什么特长 最近的话呢 这个学期开始的话呢 听到我孩子讲的话 他离开了这个学校 因为可能各种原因 虽然没有提到具体的原因 估计也是因为 课业的压力无法适应 所以不得不黯然地离开了 但是就是这位 一位同学捡到了 我孩子这个手机 然后我就去问好了地址 就去取这个手机 就是这么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 当时我想说这个真是不错 捡到手机 然后我还要感谢他一番 结果去大理的话呢 我孩子同学把那个手机交给我 因为是teenager 我是一个成人 但是就是短短的 一两分钟的几句交谈 我就会发觉 这位孩子的话是非常的 懂事有理 非常的impressed 然后最后他还跟我讲说 你看这个 这个手机的话 我还帮你把这个手机的电给充满了 我说这么一个小孩子 会有这样的 这样care 会照顾到别人的很多的感受 我说真是 非常的impressed 所以后来我听我孩子说 他也离开了这个学校 我还觉得说 真是这样的好的孩子 我估计不光是在TJ 无论到哪个 无论到哪里 他都会很成功的 这个孩子明显是 我是知道 不是基督教家庭当中的孩子 也没有接触过福音 那么有时候看看 我们基督徒表现是怎么样呢 几年以前我在教会当中 有一位弟兄跟我讲起了一件事情 这是几年以前的往事 他是在一家公司任主管的 所以呢 他下边的话呢 管了一个不小的team 也有中国人 而且呢 他是特别的是 将一个中国人 而且是基督徒 是一个蛮爱主的基督徒 平时也有很好的交通 但是呢 他那次跟我提到说 他说他现在有苦恼了 我说你有什么问题啊 他说你看我这个 我在我手底下的这位 这位中国人 这位中国基督徒 我说这位中国基督徒怎么样 他说是这个不信主啊 我说他不是说不信主 他说他怎么不追求啊 或者怎么样 他说很好的一位基督徒 似乎也很追求 但是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每次给他 伤这个task 他总是不能完成 我说那你得帮他呀 我说这没人帮他 说是帮了 说是帮了很多 很久 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每次跟他谈的话 就说我这个家里也忙 教会服侍很多 平时没有心思去搞 这些工作上的这些东西 这些不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世上追求的是 是传福音 是为了追求我们以后将来的 去天堂的美好 世上这些东西不是很重要的 这个做出来做不出来的话 这个project做得怎么样 成功与失败 问题不是很大了 说你不要为这些而找我的麻烦 他说好吧 就说这个 这就忍了 他就一直忍 后来公司因为经济景况有问题 要裁人 他又来跟我讲 说现在又有问题了 我说你又有什么问题了 说现在要裁人 说裁人的话呢 每个公司裁人的话 都是要是主管裁人的话 都是裁那些 他认为这个业绩不是很好的 他说他的业绩 就这位老钟的业绩是最差的 这是no doubt about的 这没有任何比较的 第一个被裁的就是因为是他 但是这东西裁完以后的话 我怎么办呢 就是说这个基督徒啊 就是说裁 我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说我裁别人的话 我这个良心过不去 我裁他的话 我这个也有困扰 那你说 我说那你别裁了 他说不裁的话 我老板要把我裁了 所以 所以最终经过几番挣扎 他还是把这位老钟给裁了 他手下的 然后回来就说 说不知道他做得对还是不对 我当时听完他这个故事以后 我在想 我们每一位信主的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我们到底给别人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印象呢 是不是比那些不信主的更好呢 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我们每一位信主的 黑暗 充满堕落的世界 曾经有人这样总结 说美国 说 we go on from war to greater war from crime to greater crime from immorality to greater immorality from perversions to greater perversions 就是这个是一个每况愈下的 总结来讲 就是每况愈下的这个情况 我们看到在外有恐怖袭击 在内有族群对立 经常看到美国各地 有这种各样的示威游行 特别是black community 前一段的新闻就说 大家知道有一位黑人的牧师 在因为他的车 在路上抛锚 就被一位白人的警察 无端地用枪打死 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纷争 奥巴马总统的话 曾经也讲到 他年轻时的一段经历 就是说 他在街上走过 他都能够听到 那些这个车 有车门的这个车锁的时候 一看他跑 走过去 大家赶紧把那车锁关上 就这样的感觉 防他如防贼一番 他就感慨 就是说 你看看 就是说 黑人的这个 作为社会 作为文化来讲的话 这个歧视是多么之深 但是话又说回来 为什么 美国社会对黑人 或者其他少数族裔 有很大的戒心呢 还不是因为 他们的犯罪率高呢 是不是那些 黑人区的犯罪率高啊 因为有这种 这种事实的景况在此 所以两个方面都是各有各的道理 所以我们处在是一个非常 非常混乱的 黑暗的世界当中 在罗马书 保罗在罗马书一章28到32节 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讲我们这个世界的景况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 邪癖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装满了各样不义 邪恶 贪婪 恶毒 满心是嫉妒 凶杀 竞争 诡诈 毒恨 又是忏悔的 背后说人的 怨恨神的 毁慢人的 狂傲的 自夸的 捏造恶事的 违背父母的 无知的 被约的 无亲情的 不怜悯人的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 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 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 还喜欢别人去行 现在的景况就是如此 道德沦丧 正确的 不认为是正确的 错误的 不认为是错误的 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 应该怎样做呢 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也是在教会当中经常听到的 就是要逃离这个作为罪恶的时代 避世 基督徒就应该躲在教会里面 好好在教会里面 然后以后就去天堂 躲开这个邪恶的世界 这个世界不要去沾惹这个世上的红尘 这种想法的话呢 以前也有 今天呢 更多 以前就有那些在 深山当中的修道院 但是 修道院的 院墙虽高 但世界上的影响 并不容易从心中除去 今天 很多教会 特别是在华人教会 中国教会当中的话呢 很多教导就是 追求的是 个人灵命的长进 个人灵性的感觉 追求的是神迹歧视 听到哪里有神迹歧视 赶紧去哪里 社会上的事情 不要去多沾染 因为它会使我们灵性堕落 这个世界是个邪恶的世界 经常会听到有这种的比喻 如同是Titanic 叫马上要沉了 明天就沉 所以说 你在Titanic上面 要沉的 你再去 去买那个 deck上的那个chair 这是纯粹是浪费时间 在美国有句俗话就讲 就是说 rearrange the chair on the deck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纯粹是浪费时间 不要去浪费时间 任何跟这个世界文化 和其他人 在社会上其他的人 有接触的 都是浪费时间 所以说基督徒 就是一个有双重人格的基督徒 在教会里 是基督 有基督 人格的 然后到教会外 就是在 教会外 这个有 在教会外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 就是双重人格 这个叫 split of character 这实际上是split of character的话 实际上说句不好听的话 实际上是是一个精神病的前兆了 但是虽然说是不好听 但是自己有时候扪心自问想一想 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如此呢 是不是有一个双重人格 双脸人呢 在教会是一张脸 在外边也是一张脸 原因为什么呢 因为外边这个是 这是马上要沉了 这个船 明天就沉了 这个世界是已经无可救药 所以我们只是在教会内 躲躲风雨就好 这是 华人教会 中国教会 从 已经是 很多年 都是这样的传统 追求的是 走的是里面的灵性的增长 叫做里面的道路 在外面 在世界上 在文化上 不用去管它 因为那都是邪恶的 管多了 你自己就会被沾染 我在神学院当中的话 我发现 有一个现象 这是美国神学院 大部分是美国弟兄姊妹 但是也有不少 是韩国的弟兄姊妹 而且他们韩国的弟兄姊妹的话 都非常的年轻 在神学院当中 也有个别的一些 中国华人的弟兄姊妹在那里 但要么就是中年人 要么就是 已经是满头花发的 年轻人就很少 没有那么 没有几个 就没有看到过 而韩国的那些 在神学院当中的话 有很多的年轻人 就在美国神学院 我们知道 我们在美国 凡是在美国 待过一段时间的话 都看到 都知道韩国教会 是非常的兴旺 不但在韩国国内 在美国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地区 也是非常的兴旺 有很多 非常兴旺的教会 所以我一直就 想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正好也有这个机会 跟很多韩国的弟兄姊妹 和教会有接触 后来我就 慢慢地了解一下 他们的历史 就想明白了 实际上的话呢 这有很多是 有些历史的因素在里面 韩国文化和中国文化 有很多的相近的地方 所以说这也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有韩国文化的一些产品 像一些韩剧什么的 在中国大陆这样的流行 原来有人跟我提这个时候 我还不大相信 我说这有这种事吗 他们韩国那些电视剧 都是些他们韩国文化的一些东西 在大陆有什么好看的呢 结果没想到还真是如此 这些韩星在大陆上 也是闪闪发光 中国人忙着也忙着看韩剧 所以文化上有很多的相通的地方 另外的话呢 如果从以前这个教会发展来讲 很多的同样的宣教机构 给中国拆派宣教士的 也同样拆派给韩国 甚至是中韩两国的宣教士 相互互换 在历史上很多 中国实际上是欠世界福音寨 最大的国家 因为各国各地的宣教士 一代接一代的 很多人在神州大地上 真是洒血洒汉 但是为什么就不像韩国 似乎是韩国这样奋兴呢 当然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也有很多像家庭教会 也非常的爱意主 但是仔细想一想 跟韩国来比较来 主流文化 以及在城市 精英阶层的话 基督教影响基本上是 跟韩国比较起来 是微乎其微的 不能够相提并论 原因何在呢 实际上 两国的虽然文化相通 甚至宣教历史上 也非常的相近 但差异很多 结果不同 大为的不同 原因呢 我就发现 韩国它之所以 是这样的成功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基督教信仰 进入了韩国的 主流的文化 他们当年 被日本占领 为了独立而奋战 很多的基督徒 当年也真的是 为了韩国这个国家的 奋兴 也出了很大的力量 也为很多 在战后重建 也起到了很多的作用 所以在不知不觉当中 信仰 基督徒 就在韩国 社会文化当中 起到了很强大的作用 进入了他们的主流文化 而相反 你要看中国 教会历史的话 主要的这个 着重点 在于 个人的灵性的增长 而对社会 对文化等等 世界这各种方面的话呢 认为那些是 destruction 那是干扰 浪费精力的 很多 教会的领导人的话呢 领袖也有 这种相似的看法 我在这里 不做过多的评论 我是当时引用 当时一位教会领袖 他发觉这个 很多年前的时候 他的一段话 我在这里引用一下 当时他是 他讲到的是 还是在 新中国建立之前 那时候是 还是 西方宣教 鼎盛的时期 他讲了这一段话 就是 讲到就是说 那时候有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 忧国忧民 但是 他们这些年轻人 跟他们接触 教会 跟他们接触 这些年轻人 他们并不 留在教会当中 他们去了哪里呢 他们觉得 在教会 并不能够 给中国当时 带来任何的希望 因为那些教会的 基督徒 只是在 非常自私地 selfishly think about 非常自私地 想着他们个人的 是不是他们个人得救 是不是他们个人要去天堂 他们并不关心 社会的疾苦 所以那些年轻人的话呢 去了哪里呢 当然去投奔了 共产党了 所以很多当时 有为的年轻人 都去投奔了共产党 这是当时历史的 一段情况 我们看到历史的教训 实际上到今天 仍然教会 当然仍然没有 完全地接受 但今天我们想想 传福音是容易吗 传福音绝不容易 我最近在神学院 当时读这门课 就是传福音这门课的话 当时教授就总结 就说 不用等多少年以后 就是今天 你给那些年轻人传福音的话 你觉得你这个communication 都不是在一个同一个channel上面 你知道这要是 要communication 我们知道要在一个 同一个频率 我讲的你才明白 你听的是什么意思 我讲的是什么意思 你要是根本不明白 我讲的什么意思的话 那就是 传不传福音的没有用 因为他根本听不明白 你在讲些什么 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子 以前可能还在讲着 是不是世界上 有没有什么真理 还跟你在提一些问题 现在套用美国一句 年轻人经常讲的话 就是说 Don't know Don't care 是不是 就是不care 为什么不care的话 就是想不到基督信仰 跟我们 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文化 我们的生命 有什么作用 如果你跟他们讲 说这个怎样怎样 为什么是怎样怎样呢 因为是圣经如此讲 经常讲说 Bible say so That's the way 你要这样讲的话呢 人家根本就听不进去 最终的话呢 就是必塞了这个 communication channel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在教会当中的话呢 做基督徒难道是在教会当中 关起门来 自说自话 不去管世界上的 任何的事情呢 自以为属灵 这样做 是不是呢 实际上 我们这样做 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主耶稣基督 不是这样教导 我们回来看一下 这个买太福音 五章 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一段 五章十三节 主耶稣基督 是这样教导 祂的门徒 也是这样教导 每一位信祂的 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若失了位 怎能叫他再贤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边 被人践踏了 盐在 以色列 当时的 以色列 那个时候的历史上 在中东那时候历史上 是一个很贵重的 它经常 以此贵重 代表 这个盐 有不毁坏的意思 用这个盐 作为 他们立约的 一个凭证 所以在圣经当中 历代记 下十三章五节中 这样讲到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曾立盐约 用的盐立约 盐济不废坏的意思 将以色列国 永远赐给大卫 和他的子孙 这是历代记下 十三章五节 在历历记 二章十三节中 也同样讲到 这是讲到 祭祀的时候 凡献为 素季的共用 都要用盐调和了 在素季上 不可缺了 你神立约的盐 立约的盐 一切贵物 都要配盐而限 在马可福音 九章四十九节到五十节中 是必用火当盐 盐个人 凡机物 必用盐 盐 盐本是好的 若失了胃 可用什么叫它再闲呢 你们里头应当有盐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盐 是圣经当中 经常被提到的 也是在当时犹太历史上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 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 那么我们要看 下面要看一看盐 到底有哪些象征呢 其一的话就是 就是这个纯洁 Purity 我们基督徒 要保守在属灵上的纯洁 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中讲到说 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就是纯洁性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要有味道 Flavor 在哥罗西书四章五到六节中呢 是这样讲到 你们要爱惜光阴 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言调和 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基督徒要有味道 有的时候你平时跟别人聊天 或者跟人家交谈 你有的时候觉得 有的人他讲起话来 非常的有道理 很有见地 你不自觉地就会被吸引 这就是说是要有味道 要有智慧 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 不要一讲什么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知道 别人有什么问题 就说 The Bible says so That's settled it That's it 只要信 不要问 这个 你可能自己觉得属灵 但真的是与圣经的教导 背道而驰 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背道而驰 第三个代表的 是这个言 会带来饥渴 Thirsty 会给别人 带来这个饥渴 饥渴 饥渴 真理 饥渴 我们主耶稣基督 另外一个带来的话的盐 我们知道盐洒到伤口上 是很痛的 以前有的时候 没有消毒 那时候没有办法 要救命的话 就用盐水 虽然很痛 但是可以救命 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呢 代表的话呢 就是这个 能够保守 能够保存 Perservation 用盐 淹了的食物的话呢 可以保鲜 所以我们看到 这里 讲到盐的话 有很多的 很重要的代表 很重要的功用 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呢 也是如此 要成为这世上的盐 如若不然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 这个警告 他除了这教导以外 也有的警告 警告是什么的话呢 说你要是这个 没有味道的盐 盐若试了味 没有味道 那么结果是怎样的话呢 那就没有用处 这个盐是没有用处的 因为没有味道嘛 那就会被丢在外边 被人践踏了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 读到这一段的话 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当感受的话 是一个 觉得是主耶稣基督 对我们每一位 每一位新主的弟兄姊妹 一个很严厉的警告 每一位弟兄姊妹 都应扪心自问 我们是不是 那失了味的言 接下来读是 十四到十六 十四到十六节 这是讲光 你们是世上的光 城照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人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 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 在天上的父 我们 读圣经知道 光 是圣经当中 经常引用的 一个词 光是非常重要的 不但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光 我们没法说 日常的生活 你们要看看 哪次 这个停电 这晚上没有灯的话 这个你怎么办 所以我们信仰来讲 光也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的话呢 因为神就是光 约翰一书 一章五到七节中讲到 说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就是我们从主所听见 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我们若说是与神将相交 却仍在黑暗里行 就是说谎话 不行真理了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行 就彼此相交 神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神的话也是光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所以光对于我们的信仰 对于我们的生命 是非常的重要 在诗篇三十六篇 第九节中讲到 说 In thy light we see light 说在你的光中 我们能看到光 我记得以前读 C.S. Lewis 那个 Mere Christianality 他当时讲了一个例子 印象非常深刻 C.S. Lewis他讲到 他在建桥的时候 有一个study 就是在书房里 他就有一次 他看到外面的光 早晨的光照进来以后 你们知道那个光下面 有很多的灰尘 马上就显现了 平时你根本就看不到 但是只有在光里 你才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 你看到 哇 我们居然生活在这样一个 充满这个污垢 灰尘的地方 我自己平时还不觉了 说In thy light we see light 在光中我们才能够看到 我们基督徒 要成为这世上的光 我们有光 我们有从神而来的光 而这光不应该放到斗底下 藏起来 而反而要照在人前 照在这世上 因为如果我们有 这真理的光 就要照亮在这世上一切的人 这是约翰福音一章九节的时候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我在神学中 有位教授当上是这么讲的 就是说 讲到他信主的一些经历 他是一位犹太人 从小在犹太 他们犹太人有自己的学校 学习希伯拉文和这个 在他们叫Sanegar 就是他们的 他们的会所里面 长大 所以 作为他来讲的话 是受到了最严格的 犹太的教育 后来他 得了神的怜悯 信主了 但是他马上就面对了一个难题 就是他怎么样面对他这个所处的社区 怎么面对他的家庭 他的父母 因为信主 就是 对于他们来讲 就是对他们的 文化的背叛 是对他们 他们的家庭的背叛 所以 很多年的话 他都有挣扎 他就将他的信仰 藏起来 伪装得很好 他也去教会了 教会是这样的 出去了教会以后 马上就伪装起来 双面人 做得很好 所以他的家人竟然不知道他是信主的 他的朋友也不知道 因为他藏得很好 非常成功 但后来他读到这一段 主的教导的话呢 他就悔悟了 他说他真的是 如果 如果他既不是眼也不是光的话 最终的结果的话 被会丢到外面 所以的话呢 他就 下定这个决心的话 就告诉了他的 家里的人 当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所以他告诉了他的妈妈 然后呢 也希望呢 也将福音传给他的妈妈 希望他的妈妈也信主 他的妈妈当时非常的 非常的吃惊 觉得就是说 他说 他当时讲说 没把他从家里赶出去 就已经很感谢主了 他给了他妈妈一本书 也是 他的书名叫Betrailed 就是背叛 就是讲这个 犹太信主 Betrailed 背叛给了他妈妈 妈妈当时就把这书给 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 几年以后的话呢 神恩待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竟然也信主了 他就来 不是他信主了 因为他妈妈根本不跟他谈这些事情 就他就赶紧问 说这个 说你怎么信主了呢 他妈妈讲到说 哎呀 你不知道 他的有一位朋友 给他说 给了他一本书 他读了以后呢 非常受感动 他就信了 他说你朋友 给了你什么书呢 什么书呢 把那书拿出来 Betrailed 就是他当年给他妈妈 他妈妈把那书给扔掉 那个书 他后来就讲 就说 你看见没有 你当年扔掉了书 他那书又回来了 所以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作为 如果没有 他妈妈旁边的基督徒 将他们的光照在人前的话 他妈妈也不可能信主 如果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都将这光藏起来的话 这黑暗的世界 将会变得更加的黑暗 我们不是要逃离这个世界 神从来没有教导说 只因为这个世界的黑暗 我们就要逃离这个世界 我们基督信仰 不是一个离世的宗教 不是的 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中 是这样教导的 说我不求叫你们离开世界 不是离开世界 只是你们不属这个世界 正如我不属这世界一样 但是我被神所拆派到这世上 我也照样拆你们到这世上 所以我们不是一个逃离的 作为对世界上来讲话 我们是 我们是 in it but not of it 是在这个世界中 但不属这个世界 当时我读这一段的话 我很有感受 in it but not of it 记得几年前我看了一个电影 叫做Amazing Grace 就是讲那个William Warberforce 就是英国的历史上非常著名的 费奴的领袖 也是英国教会的领袖 当年的话呢 他从政信主以后 他就有很多的挣扎 他就说这个政坛太黑暗了 世界太黑暗了 他决定了要放弃他的 在政坛的职位 要成为一位牧师 为主奉献 所以他当时就找到了 他当时的 属灵上的导师 John Newton 我们知道是 Amazing Grace 这首传世名作的作者 问他的意见 John Newton就是 以用福音书这段话 去讲到说是 You need to remember You are in this world but not of it 你不要放弃你所现在 你在政坛上的地位 你要用你在这世界上的职份 来荣耀神 所以 William Wiberforth 就是接受了这个意见 他呢 他靠着神的力量 也靠了当时 许许多多的 在英国的基督徒的 共同的努力 虽然历经风险 虽然历经苦难 但最终 在英帝国区域内 废掉了这个奴隶的贩卖 这个奴隶邪恶的贩卖 当时教会是一个什么态度呢 很多的教会的态度是 只是这两个态度 其一 认为 这种事情 是世界上属于邪恶 黑暗世界的事情 不关教会的什么事情 让他世界去毁坏邪恶去吧 不关我们教会的事情 第二种态度 就是 Justification 就是为了这个 当时这个贩卖奴隶 这个邪恶的 business 辩解 也亏了他们做得出来 居然能找到圣经的根据 说这个奴隶制也不是很坏的一件事情 但是William Wiberforth 和许多的爱主的基督徒 在当时 看到了英国教会的堕落 也看到了当年世界的黑暗 并没有为这世界的黑暗所吓到 反而 因着神 改变了当时的世界 也同样改变了当年的教会 其影响力 我们今天还能够 感觉到 他改变了当年那个世代 从当年的世代 拆遣了多少的 爱主的弟兄姊妹 来到世界各地 包括新大陆 美国 也包括我们中国 所以说 这是神 神托付给他每一位 爱他的子女的使命 就是做这世上的 炎和光 这世界是黑暗的 但是正因为世界的黑暗 才体会到这光的作用 炎是在里面的工作 光是在外彰显的工作 我们 炎是隐藏的 光是显露的 炎是改变里面的世界 而光是改变外在的世界 所以我们不但要 里面 要 有这个神的改的智慧 要能够 使我们的言谈 我们的话语有味道 而且我们要也成为 这世界的光 能够照亮 在人面前 那很自然的 我们就会问到 我们怎么样做呢 我们怎样成为 世界的炎和光呢 估计很多时候 我自己在想 就是说 我自己在问 我是这世界上的炎 这世上的光吗 是那不失味的炎 和那闪亮的光吗 平心而论 我只能说 也许有时候是 但有时候我也不知道 可能不是 那么 如果你的光不亮 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我们知道 我们虽然信主了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蒙恩的罪人 不要自视过高 要看自己合乎忠道 实际上 我们自己 有很多很多的软弱 非常多的软弱 有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光 跟那黑暗 是融为一体的 看起来 merge in 但是怎样才有光呢 一个灯 只有插入电源 才有光 只有我们连入光源 才能够有光 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中 是这样讲到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我们要有光 要洗在神的光里 要与主耶稣基督相连 与他的生命相连 因为主耶稣基督 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这是在西伯来书一章三节 主耶稣基督 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 拖住万有 他洗净了人的罪 所以我们只有 与神与主耶稣基督相连 在神的光中 我们才有光 而神的光 当我们与他的光贴近的时候 他的光也照亮了在我们心里 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中 是这样讲到 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的神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这光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所以我们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 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然后接下来讲 他在三章十八节中继续讲到 就说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 这个有非常深厚的含义 他讲的是什么一个意思呢 就是讲到 主耶稣基督脸上的荣光 我们因看到耶稣基督脸上的荣光 而那个光就会给改变我们 那光就会照到我们心里 就会改变我们 怎么样改变呢 我们今天并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 他并没有像当年使徒时代的时候 生活在我们当中 那么我们怎么看到主耶稣基督脸上的荣光呢 就是通过他的话语 这时候的讲道就说是 不是直接地看 是好像从镜子里反照 是通过这个镜子反照 而这个媒体就是他的话语 就是这本圣经主的话语的教导 从镜子里反照 而因着读他的话语 看到了他的荣光 他的荣光也反照给我们 照在我们心里面 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 是改变我们生命是怎样的话呢 就会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From glory to glory 如同从主的灵 变成的 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成为这世界的光 就要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看他脸上的荣光 而看他的光要敞着脸看 不带在没有遮住的帕子 不是像在摩西那时候 讲到脸上要有帕子 要移去 要看神 通过镜子 就是神的话语 改变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 不要只是在教会当中相信 在外面就戴上了面具 我们要通过我们的生命 从里到外 教会内 教会外 做各个方面 通过我们的生命 不管是那 在教会当中做长老的 还是那些年轻的弟兄姊妹 都是如此 因为我们的生命 不是因为在这世上 不是一个孤岛 我们不是要离开这邪恶的世界 这黑暗的世界 而要成为这世界的颜河光 我在最后 一两节经文 结束这次的讲道 我们基督徒 要真的是要像 我们很多的当年历史上的一些先贤 你走进一个理发店 你走进你工作场所 走进你的学校 走进你的家庭 走进世界上任何地方 你是不是让别人觉得 那个地方突然就亮起来了呢 你是不是后 你在其他人的生命当中 别人知道你 认识你 是不是能够感觉到 是不是能够闻到 那基督熏香的气味呢 使徒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二章 十四到十六节 当中是这样讲到的 感谢神 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并借着我们在各处 享阳那因认识基督 而有的香气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 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 或灭亡的身上 都有基督熏香之气 我们是有基督熏香之气呢 还是有我们身上的恶臭 我们是使 无论在我们到哪里 都使我们去的地方亮起来呢 还是很容易地merge进去 有很多的 merge到我们周围的黑暗当中呢 菲利比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当中 保罗是这样讲的 使你们无可指责 诚实无为 在这弯曲 悖妞的世代 坐身 无暇无私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上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 表明出来 将生命的道 表明出来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夸我 没有空跑 也没有徒劳 我们的生命是 空跑呢 还是徒劳呢 我们的道 主耶稣基督的道 是表明出来呢 通过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能够表明出来呢 我们每一位 都是那蒙恩的罪人 身上有各种各样的软弱和缺点 但这不是 这不是 我们任何的借口 因为每个人都是如此 我们主耶稣基督也知道 祂也能够体会到我们的软弱 因为祂在世上 也同样地受苦 也知道这属世的艰难 祂体会我们 但是我们真的是作为祂的儿女 要将祂的话语 存在心里 愿意 虽然这世界的黑暗 虽然这属世上有各样的艰难 但是我们愿意 成为这世上的炎和光 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祢 感谢祢 再一次以祢的话语 教导我们 祢的话语 让祢的话语再一次地 照亮我们的心 再一次地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 我们看到这世上是这样的黑暗 周围有很多不尽人意 背弃 背弃你的事情 不乏的事在争夺 我们是这样软弱无理 我们是这样的 这样没有能力 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最多听到的是那些人 告诉我们 don't care 不知道你的真理 跟我们生命当中有怎样的作用 真的是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宝座面前 认罪回拐 看看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话语 是不是那湿了味道的眼 看看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那放到斗底下的光 主啊 真的是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的各样的软弱 我们看到 为什么我们传福音 是这样没有的能力 这样没有效果 而我们看到 以前众多的先贤 他们能够改变 他们所处的时代 能够带领如此多的人 能归向 改变他们所处的世界 我们今天也看到了 很多很多的韩国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周边 教会是这样的奋心 他们是这样的百上 而我们中国人 我们华人是欠属世 全世界属世福音债最多的种族 我们做的是怎样呢 我们看到你是给我们生命当中 无许多的恩典 上奸下流的恩典 你们看到 你在众人当中 拣选了我们这么多人 你们祝福我们 你给我们美好的工作 舒适的环境 充足的供应 充足的供给 但是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 主啊 在这里 孩儿也在这里 再一次来到你的宝座面前 再一次 求你的怜悯 主啊 救出你的光 你脸面上荣耀的光 再一次照亮我们的心 再一次地照亮我们的脸 使得我们周边的人 能够从我们的脸上 能够看到主体的荣光 再一次地 奋行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不空跑 这个生命 不白占着地图 让我们 在我们所做所行 不管我们所做所行 那是什么 都能够 能够容神一人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在这里 如果有弟兄姊妹 心里有感动 愿意 你遵从你的教导 愿意成为这个世界的 盐与光 就请你把手举起来 就请你举起你的手 在神面前 神的宝座就在这里 愿意成为那不失位的盐 不愿意被神丢弃在外面 就请你把手举起来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你看到你的灵 感动这么多的弟兄姊妹 举起他们的手 愿意 用他们的生命 成为你美好的见证 成为这世界的眼与光 荣耀你的名 我们感谢你 就请你继续加添我们的力量 增添你荣耀的光 荣上加荣 力上加力 成为这世界美好的见证 也照看我们以后的道路 我们的生命 将我们所求所需的 都供给我们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以上祷告祈求 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谢谢大家